J'étais un charmeur solitaire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六眼钟之后刚才跟各位预告了 我们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球瓶 曾文成先生 但是今天他来很特别 是因为他之前 他其实在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 他也跟我们上过我们节目 他有一个想法 就是他想要去徒步环岛一次 那他也把它完成了 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把它完成了 走了八百公里 唯一小小的遗憾 可能就是他的梳花那一段 因为当时他走的时候 那个路况并不好 所以他那一段犹豫了半天 那一段他后来放弃了 所以那一段是改成了搭车 然后到了宜兰再重新走 可是这一段的小小遗憾 也成为他人生中非常有趣的 也许他会找一个机会来补足那一段 让全台湾的徒步环岛 至少把那一段给补起来 在环岛浪漫这本书里面 讲了很多只有徒步旅行的人 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得到的 认识自己 认识台湾 然后真正的 现在就跟各位来介绍 曾文成 人称真功的 在我们现场 哈喽文成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书是在走回来以后 花多久喜欢 大概不到一个月 因为你每天都有在发点书吗 当时在走的时候 对对的 然后得做笔记了吗 那我个人也有一直长期以来 有写日记的习惯 所以你晚上到旅馆的时候还会再写 对对稍微写一下 因为我有带一个小笔记本 然后东西其实是 都是尽可能让它轻量化 不要超过12公斤 可是这个日记的东西就一定 但是这是很薄的小笔记本 讲得太好了 我最好奇的是 我有看到这本书 《环岛浪漫》里面 这本书里面有一张照片 就是很明显的 它把它摊开来以后 它带所有的配备 要做一次环岛台湾 说实在你刚讲 你把它控制在12公斤以下 那这里面包括什么 本来是有睡袋跟帐篷 我看你后来你把寄回去 你觉得你太累赘了 光那个三公斤 光那个三公斤 我觉得大家可能 这方面如果你没有太大的 经济压力的话 这方面可以减掉 那剩价就是鱼翼 一定要带 鱼翼嘛 但是我运气还不错 到了宜兰才开始有 接受到考验 对对对 然后剩价就一些换血的东西 然后一些长辈的药 那这些药还好 也都没有用到 但是哈巴当当 加起来也都 然后自己一想天开 觉得沿路上可以拍拍照 你带了相机对不对 对带了相机 那个我觉得带对了 但是除了手机之外 另外带个相机 重吗 还好 然后那个自拍棒 根本就不用了 我们这个大叔 真的就不用了 没有什么镜头 我就说我们拍是风景的 不用再拍自己人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这一点加点 其实加起来也都快 你走的时段是 差不多在11月 11月8号 所以11月8号的时候 其实天气 以中北部来讲 已经开始转梁了 对 但是我音气很好 我一直过了 大概还不到大甲 我觉得开始天气就变了 然后一直很热很热 到了 到了中南部 都一直穿短袖了 就原来一些 我准备两件外套 其实都没有 挑11月左右出发 是有特别选择过的 第一个是我的球技结束 这是第一个 对对 你工作的关系 对对对 没错 那第二个就是我慢慢走 我规划40天左右 最多到45天 我不希望超过我的这个过年农一年 那另外一月份我女儿要学车 所以我基本上都有 各位听到了吗 这就是一个大叔的人生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像现在的 像我们这个节目的什么奥斯卡 还有我们的音控 这年轻的帅哥 对不对 他们说走的就走 我们不行 我们要想到太太这一关 女儿第一 女儿小孩 你还有工作 还有责任 对不对 像比如说 曾文成他又配合球技 那像我的话 我还每天做广播 我如果要走个三几天的话 我就必须要跟大家讲 说我要怎么样安排的三几天 然后请大家帮忙 然后我要再找一些代办的主持人来帮忙 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说 有些事情年轻的时候 你想做就真的早一点做 因为你的包袱是最少 我们到了这个大叔的阶段的时候 真的东顾虑顾虑 可是话说回来 曾文成这一次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人到了这个阶段 你如果再不走 再不走 你也许要有一天走不动了 对 其实我现在五十七 将近五十八 但是我常常讲 也许我六十七的时候 会想说 如果让我年轻十岁 该怎么样怎么样 就像我们现在五十七的时候 如果我四十几岁 再多好 那为什么不趁现在五十几 就赶快去做 所以这几年的确做了很多事情 你想了多久 环岛 徒步环岛想了多久 计划 就是真正的在想 大概不到一年 那你执行力很快 我算执行 而且我还蛮感动 就是也许我的形象还蛮正面 我跟很多朋友 每个人都不会说 你疯了什么 都说 哎呦 什么时候走啊 都会对我的要把 大家觉得你不会只是讲一讲 对对 会把这一趟走啊 一定会把这一趟走 你不会只是讲一讲而已 这句话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在书里面有一段 非常好玩 应该是过了西罗 那大桥那边 他在他就告诉我们说 碰到有一对 有一个男生 一个中年人走上来 看到他徒步 因为他 因为这问题 为什么大家知道他徒步呢 因为他有挂一个 背包上面有挂一个呢 环岛徒步中 这样一个布条 对不对 挂在那个背包上 所以你从后面看到人 骑车也好 走路也好 看到人就知道说 这个人在徒步旅行了 然后呢 那个有一个中年人就过来 过来之后呢 就说 真好 我希望 我真想我也能走 结果没想到呢 他旁边的太太 马上就像那个广告 你看到那个 李永峰拍那个广告 爱和和那个广告一样 男人啊 春季去嘴啦 就太太马上当场就吐槽了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 很多人呢 都是讲一讲而已 可是我发现很有趣 这中途上面 三十几天 不断有人问我 问的都是大叔 所以我在想说 到底是为什么情况之下 他们会这么好 文章中那一段分析 也讲得很好 对对对 我后来想说 也真的有可能 因为到我们这个年纪 那你体力开始觉得 你对自己 有点否定的 我年轻人怎么样 我以前海流了 两栖部队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你当然 你太太或者亲人 就会吐槽你 可是你又无从证明 你已经连花老序 这个只能提当年勇 所以他当然 对很多事情 对我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他就充满的期待跟幻想 你知道吗 你的本身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你在走的时候 背上背后面 这书的环岛浪漫这本书 各位看的封面 封面照片就是曾文成的背影 戴这个渔夫帽 手上拿两个手杖 然后背上背一个背包 背包上面就挂着一个环岛图部中 还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形 台湾的图 一个台湾的标志 所以换句话说 光这个形象就会感动很多人 其实你应该在上面再打一个 再打一个字 大家就更感动人 应该说欧巴或大叔环岛图部中 那就更感人了 对不对 那就更加励志 我说这张照片本身就很励志 然后我也相信很多人 在那路途当中 如果跟你有一些接触的话 他们或在之后 看到这本环岛浪漫这本书 大概都会问自己 如果我可以 我要不要做一件 我以前想很久 但是从来还没有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不一定要徒步 就是说你一直在想 可是你真的有没有去做 任何事情其实都可以 即使你骑摩托车 或开车 绕一圈也没关系 就是你要让你觉得说 到了某些情况之下 就像有些人 就是讲多一点 就是有些人去问 一个面临当你生命即将结束 每个人都觉得 哪些事情没做 是他最遗憾的 好我们待会回来 但我还是要说 刚刚曾文成是很客气 说你也许不一定要走路 走路当然比较辛苦 你可以骑车 你可能可以开车 可是我真的觉得 大家如果听我们这段专访以后 还有因为我把这本书 很仔细的看完一遍以后 我真的觉得 大家其实如果有机会 还是用徒步 为什么呢 我们待会来告诉你 因为徒步你才能够 真正的感受到自己 感受到你跟这块土地 跟这个每一个经过的城镇 每一个你平常 根本不可能再碰到他的人 那种互动的感觉 只有徒步才能够 清清楚楚的接触得到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曾文成800公里的人生完赛 环岛浪漫 那花了三四天吧 三十六天 三十六天 可是你在日记上的 书上的最后一个一天的行程 是点的日期是三十三十六 对 三十六天 你当初在开始规划的时候 就差不多三十六天吗 其实没有 因为刚刚讲 书花那一段是意外的 最早全部都走完的话 应该是蓝宇要走一圈 立岛走一圈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后来那边也没走 对对对 然后其实这前后就扣掉了 其实预计大概四十五天 原来规划四十五天 对对对 就是书花这一段没有了 还有蓝宇跟绿岛没有了吗 对那那是东北季风 那个船也是 因为你十一月多 对对对 你挑的是十一月多 对没错 我在想 我看你说的时候 我脑海就在想 最好的一个时段来看的话 因为你工作的关系 否则的话按理说 应该是挑那个 差不多在春夏 或者是夏秋 夏的话 太夏天 我看一些社团 徒步的社团 夏天真的太挑战 太挑战了 尤其我们中南部 像这几天如果你再走 那可能一天不到二十公里 否则的话 你可能第一个 你可能不断的休息 那不然就是学人家打高负 一大早就三四点 可能就要出木 但是那个天色 又没意思了 对对对 所以还是在差不多秋冬 你觉得 应该十月 十月差不多 十月差不多 对我觉得这个季节 应该算OK的 南部还算是阳光蛮大的 但还没有大到像夏天 对对对 北部呢 中北部也有点凉了 但是还好 对不对 这样走一趟 最好是你要看一下 不要雨季了 我觉得雨季 因为我虽然没有碰到 太连续几天下雨 但是通常下雨的时候 后来到雨了 我发现 这还蛮大的挑战 因为你 这个鱼穿着 对对对对 我们穿鱼去跑马拉松 你就知道了 哇那个跑得很难受 闷了闷了 对有时候雨太大 你要穿着 还有鞋子都会撕搭搭的 也不舒服 鞋子的话非常重要 就是说如果各位想要挑战的话 因为你第一天不就脚破了吗 对对对 但是那个跟那个跟就是你突然走30公里 应该你鞋子再好应该第一天也是会碰到这种状况 所以我是建议多花点钱 然后挑一个防泼水的 因为后来我到宜蘭那几天 你说鞋子要防泼水的 就是对对那个雨淋应该除非以大道的暴风雨 佛多亚一般的雨它都OK的 所以我最后几天 那个鞋子是干的 我就觉得很棒 我也很好奇 因为你每天 比如原来过它45天 然后来走到36天 每天那个衣物的换洗 怎么 你不可能带一大堆吗 其实你只要带两套 身上穿的跟一套预备的 晚上的时候你就把身上穿的洗掉 然后你会觉得 那不能干怎么办 其实这是我骑脚车环岛的经验 因为绑在身上 半天就干了 对对对 就是再重复 然后袜子也是 你里面有讲吗 说有人会担心说 那个内裤内衣 你有讲说 挂在上面会不会太强眼了 你说你放心了 根本没人会看的 对对对 女生的话我就不知道 女生那男人不行了 男生其实我是觉得OK 然后有些小旅社 我觉得这一次的旅行当中 我书里面有后来附录一段 三十多间是吧 对不同的旅社 但是我觉得台湾人还是基本上 其实有些人问你说要不要洗啊 然后帮你 对对对对对 那多数其实如果稍微大一点点的乡镇 其实像大甲这种的 其实他就有自助洗衣 其实都还OK 等于说你当天洗了 隔天早上带差不多就干了 对对对对 然后如果没干的话 我通常都是绑在背包上面 就是这样走 所以出发去旅行 这种深度旅行 徒步了这种 其实你不用太在意说 我这个也要顾好 那个也要顾好 对对对对 其实很多时候我中午走一走 然后稍微有点睡意 我就是靠着大树 但是大树那个要跟车子的同一个方向 免得真的你担心会撞到 可是通常你一两分钟就睡着了 所以你要随地而来 好 周文成这次在走的路线 我们来整理一下 你其实不是走我们所谓的西部的纵观线 从北边往南走的时候 对不对 你走的是 先到大西 大西到后再到北浦 北浦到竹东 就台山线 台山线这样走 然后再切来切去的中部 中部到大甲 然后大甲之后在有一小段的台义线 然后对对对 路港 然后有一段在书里面讲 然后就是找不到饭店 然后找不到住的地方 到隆景的时候 因为我蛮意外的 因为一直觉得 这个就是用台北看天下 没错 我们总觉得说总有一个小旅馆吧 但它就是没有 对对对 就像包括我脚起水泡 然后觉得那皮肤科一定到处有没有 这个观察也很好 对我就觉得 那我们真的错错了很离谱 我们觉得一个条街上应该两三家的 一个紫科皮肤科随便都有 没有 然后最感人是我问他说 你拍媒体怎样 他说 就别拍媒体了 可是这个回答是让我酸的啦 就是说我真的很心酸 我说平平我们大家都纳税人 然后他们住的地方整个 然后很多的外劳 很多的移工这样子 他们都变成另外一个世界 事实上我这样一直走 走到你的家乡新竹嘛 过新竹往南就完全不一样 整个西部我觉得 当我们在看很多的事情 不管哪一个党执政 这跟我们 有时候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你会发现 真的有关系 整个西部 那些产业外移啊 什么的那些 我们在看报纸的时候 看标题 知道这件事 但是你当你看到 一个厂房空荡荡的 只有一两条黑狗在对你废的时候 你很难没有那种感动 好这就是我想 因为因为曾文成也算是一个 广义的媒体人了 他体育了 他的兴趣也非常广 所以呢 他从他的眼睛来看到 徒步的过程 为什么刚刚跟各位讲 你可能可以用很多方式来环导 但是为什么说徒步 可能是最辛苦 但是也最有意义 因为你在徒步的过程中 你是真正的在跟自己 一天一步一踩印了 真的就是一步一脚印了 然后你跟台湾的周边的 环境的接触 也都是面对面的 他不像开车 就一下就及死过去了 所以你才可以真正的看到 破落的工厂 看到一个可能都是老人 小孩的村落 然后看到一个非常小的旅馆 然后在小旅馆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的人 是这样生活的 大家做这样的 但是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是 因为你这是环导 你基本上是 还是以住在小旅馆里面 为优先的考量 或者民宿 我其实不是故意足小旅馆 有的是没得选择 没得选择 比如说 不然你还真是准备做五星级 比如我到关西 关西我一开始 我还google一下 要住哪里 这是我们的习惯 有都会人的习惯 太依赖google 后来第一个 你觉得没得选 第二个 其实你也累了 所以我通常到 比如说我到后楼 到后楼好了 一走到那边 在火箭前旁边 就这么一家 而且是第三代的 那我就租进去 第一天在大溪的时候 住的时候 居然跟我要六百块 我不相信我 我说六百 然后可能这么便宜 那的确租进去 难怪六百块 就是那个冷气开始 然后整晚 其实也太累了 所以后来你会发现 有两件事情是很妙 就是说你睡不着 是因为你不够累 你觉得不好吃 因为你不够饿 所以后来你觉得累了 或者你走一段路 什么东西都好吃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不是刻意去住小旅馆 而是他就是那个 包括书里面讲的 小旅馆当中 比如说林园 因为他是一个石化工业区 对面劳工密集 所以他相对的产生很多 所谓的性工业的需求 所以包括 我们都必须尊重任何 不同方式生活的人 所以我走进去 那些比熟女还熟的 理性同胞们 我们再住进去 包括我上面没有拍出来 他告诉你 怎么样去领解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那后来我就出去 书里面没有写 可是我觉得 大家就是在这块岛上 后来买一些饮料 他们也很感动 我想这彼此之间 一个 真的 这也有缘人吧 也许 那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对 我喜欢看人间杂志 所以我对所谓 中下阶层的 弱势主持人 会稍微多付点关心 那走的时候 我就慢慢走 那个感慨会比别人深 包括临边 我们看到那个地层下陷 地层下陷 那个你也亲自看 你才知道严重到那个程度 所以我刚好有个朋友 也住临边 所以我就要说 他们就一种那种 反正就是逆来顺中 满宿命的 我觉得这是 也许就是台湾人吧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 你只有在徒步的时候 你才可能看到 因为我刚刚不讲了吗 如果你开车环岛的话 你可能开车环岛 大概几天吧 就可以走完了 而且很多地方 你就会快速的 及时就过去了 可是你走路 就不是开玩笑的 你每一个步 在这书里面 有告诉我们说 后来呢 曾文成他每一天 大概保持25公里 对不对 对 那25公里的话 我有看你 书上有讲 那大概就一公里 差不多15分钟 大概5公里 一小时零五分 5公里一小时零五分 那就是每一公里 差不多十几分钟 不到15 比15还快 对 所以你走到后面 因为我有运动表 一开始还蛮依赖他 后来人很奇怪 你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不用看表 规律就出来了 对 你觉得我每公里 一定要要求自己 一定要休息 你发现 好像该休息 看真的差不多5公里 好台湾真的有一个便利 就是刚 就是在书里面 你会注意到 就是大概呢 每走一段距离 你休息的时候 都总难免嘛 7-11到处都是 便利商店到处都是 但是也有几段呢 是怎么走 就是看不到便利商店的 也有 所以没有你想的 那么样子 那更重要一点是 当你从西部这样走 走到南边 然后从再穿过东部 南部往东边走 然后东边再绕回来 等于就是一个寒级 你绕一圈嘛 每个地方的人文景观 在这个书里面 其实也很深刻的 透露出来 就是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比方说 大家讲这个新竹的米粉 可是在书里面呢 也讲了 新竹米粉跟苗栗的米粉呢 人家就是不一样的 好 人家连老板呢 都会告诉你说 我们就是不一样 你可以想见 北边跟南边 南部跟北部 西部跟东部 台湾这么小 只有用徒步 才能感觉到 每个地方不太一样的 好 待会来继续听 郑文成来告诉大家 800公里 人生完赛之后 他的体会是什么 好 人生如果说 中就要为自己 选一件事情来做 做了以后呢 你将来会觉得你一辈子会记得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可以选很多种 但郑文成呢 很明显的 他其实做了很多事了 三铁啦 然后全马啦 然后现在选择了一个徒步环岛 然后走完了800公里的人生完赛 在这个书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文章都很好看 因为郑文成本来就是一个能写的人 然后呢 他自己因为见识也很多 很广 所以他的笔下呢 其实有很多的有时候非常的感伤 比如说经过某个地方 感触到那个地方的石不我语 有些地方呢 他很幽默看到了这个太太 每一个男生的旁边都有一个很厉害的太太 这个他觉得很多的感触 那有一些呢 是在旅途过程中有一些巧遇 比如说可能碰到一个老外 他也徒步在募款 在做这个公益 那他会看到一些骑车的人 有中国大陆厦门来的人骑车环岛 跟他在聊天 然后他在小旅馆里面 可能会跟一个呢 里面的服务生 有一些巧遇 然后聊天 知道了对方的人生 透过对方的描述 来看到这个小旅馆周边这个地方 几十年来的演变 都很有趣 但是我要问 因为曾文成毕竟是一个有名号的人 别人总是觉得 曾文成或者是看转播 看棒球都会认识你 在这个旅途过程中 这个部分有会造成一些 有没有一些困扰 或有没有一些注意 还好耶 注意是没有 因为有些小旅馆 其实现在都已经委托给移工 那个外劳了 他通常都是会给你一把钥匙 叫你给他钥匙 然后他人就不见了 所以经常是一个人就住一整栋 那就是比较有趣 应该是到慈上的时候 有人说打电话去 本来想说 咦 闲闲的就打电话去一顶 他说 咦 你跟那个主播同一个名字 还不错耶 还满意听就听出来了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 咦 看到本人 那剩下也都还好 就是说 也不用这路上 其实包括你本人 刚刚讲那个 内裤这样挂 真的出门在外 也不用太有偶像 负利随意而安 我觉得很有意思 在这本书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 曾文成其实不只是 他一个人的 我们讲的香港一部电影 一个人的武林 我觉得不只是 他一个人的徒步 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小小的点 我都觉得 如果你不徒步 你永远一辈子碰不到的 就像我有时候去旅行的时候 我常常有时候 在某些地方 包括在国外 我有时候会特别特别的 想要用自己的眼睛 跟心去记住说 这个地方 我要好好的看一下 记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除非我刻意要来第二次 否则我不会再来了 我们常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因为你世界这么大 你不太可能说没事 这个地方 你一个小小的城镇 你没事还来第二次 不会的 所以你大概就说 以后就不会再来了 可是我看你的书里面 就会发现到 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 有一个早餐店 是一个老外省人 老的外省贝贝 他早年的时候 在这里落脚 娶了一个当地的太太 然后开了一个早餐店 然后你经过一个地方 发现到这边 都是原住民的小朋友 就跟他们在一起 射射箭聊聊天 然后他们可能会问你说 那叔叔 你明天还不会再来 可是事实上 你知道 你不可能明天再来 因为你的行程 明天要往下一站走了 可是对这孩子来讲 今天跟你玩得很开心 那你明天会不会再来 这很合理的 对对对 我在看这时候 我常常讲 我们这种文青式的人生 有点点感伤性的人生 这样走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这种 就说人生有时候 那个机缘缘分 就这么一次 对 而且你看 刚刚那个封伯伯 那个义里的地方 山明义里那个地方 事实上那天 我吃完早餐 可是我觉得老天 好像带我去看 那个封伯伯 然后去看他 怎么样一个 从十几年睡 然后到了台湾 对对 然后四几岁才结婚 有小孩 然后他现在小孩 看起来就像他孙子 来帮我翻译 因为相信太重太重 然后包括他们 他还考虑到 现在执政党不一样 不敢把那个军道挂出来 对对对 所以我会觉得 一定是冥冥之中 老天爷让我这样走走走的 就去那边看 所以我 可能一辈子不会碰到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吧 所以藉由也许这有我的脚 再拿我的眼睛 拿我的笔 然后告诉我 有的有在 有这么个 可是他又不是特立 我们到处 台北现在也是可以看到老伯伯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 从心里发出来 就是说 只要在这个岛上的人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一家人 真的 我是这样感受得到 你大概只有这样徒步 才有这样感受 对 而且我很惭愧说 我已经快六十 很多地名 我第一次 刚刚你讲的建山 水底寮 那些我真的我都不知道 原来还有一个地 我们顶多知道 仿寮就很了不起 水底寮 而且还比你想象更 稍微热闹一点 然后那个地方的牛肉面 也很好吃 所以我觉得 的确我这样走了一趟 很多的地方 是第一次 地名是第一次看到 因为是你一站一站 这样走下来的 所以你走 你已经走了一趟了 我们现在回头来想一想 现在这条路线 如果有过个几年以后 你还想再走一次的话 其实换一条路线走 也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台湾吧 还会看到吧 我认为我应该还会再走一趟 但是不管我是在走一样的路线 或者是顺时针这样走 我觉得都会不一样 即使我都走同一条 因为第一个 我已经年龄不一样了 心境了 心境不一样了 然后这时候看的可能又不一样 即使都看到一样的东西 我可能会更赶快 为什么大家都还 就是任何一个地方的父母观 都还是没有对这个地方 有太好的建设等等的 但是他们继续生活 所以我觉得再走一趟是一定会的 但是我觉得路线 我就不会很在意 对对 那你在这次这样走的话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 如果我们现在听很多广播 听我们广播朋友 很多人觉得 哇被你聊起了那种徒步 想要走走台湾的这种意愿的话 在你的规划来看 你现在走过了以后 你再回头看自己原来的规划 你觉得怎么样规划 才会比较实际 不会过度的浪漫 大概就差不多 你原来规划45天是合理的吗 对对合理的 而且我觉得 第一个你就是体力上面 一定要有相当 我觉得主持人常常跑全马 我觉得绝对是够 第一个就是毅力 那我觉得毅力这种东西 就看你要自己想要 有撞强棋吗 没有耶 完全没有 对对对 或者走到个十几天以后 突然间觉得 哇很累 有大概到台东 有一两天觉得 走 但是我觉得跟跑步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 我的解决方法 跟人家不太一样 我小跑步 就觉得不会走得很累啊 就小小跑步 你昨天有一段文字 我印象很深刻 你说每次走到很累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你以前 拳马的时候 或者是三体的时候 回头看一下 对对对对 回头看一下 就往前就可以居称了 你发现我怎么走那么远 其实很多人生也是一样 你会觉得原地踏步 其实你往回头看 哇我已经走了 其实也没有原地踏步了 对啊 至少比如说 我觉得我好像都也那个 没什么加薪啊 然后就觉得职位一样 可是你回头看 小孩子也都长大 你都会养得这么大 那剩下还在就是体力 然后毅力 我觉得你可能自己要做一个评估 然后生活上 就我自己来讲 我是生活算非常非常规律 你有提到说 其实你还好你生活规律 所以在徒步这样的环导的过程里面的话 因为你到了一个时间以后 你一定是开始休息 晚上就睡了 如果是夜猫子就很辛苦了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因为这样走 所以其实晚上睡了也还会睡得很熟 我大概是躺下 习完之后躺下大概就睡着 通常都早上几点出门 早上我除非特意 像我从丰岗要过南回 那天我就很担心我走不到 所以那天就一定要过 所以我早上五点就开始出发 出发是只走路不是起床 然后边走吃东西 所以我那天过了 事实上比我一起还早一两个小时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 周文成先生这个环岛浪漫的这个书 800公里的这个人生完赛的时候 我只有几个家 我就特别留意 第一个他住了三十几间的小旅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生的体验 否则你通常旅行 你不太容易这样子 这样子真的真的有系统的 这样去住到这些小旅馆 第二个很多的小店 因为你家一直走 你一定要找一间 找地方吃东西 所以很多吃东西的点 其实是意外的收获 对 他可能很好吃 也可能根本不好吃 但是就是个意外 第三个 就算是7-11 那种便利店 其实在书里面也讲 他在某一些地方 碰到的便利店里面的那些经验 跟他们聊天 看到的场景 还是跟都会里面的地方 是很不一样 比如说有一样是外劳 对没错 外劳会偏多 甚至有一些 比较南部或者东部 你看7-11 那个跟我们小时候 那个杂货店是一样的 那个是婆婆妈妈 根本没进去买东西 他们进去聊天 那就跟那个电影 就聊得很开心 刚才那样的方式一样 好 所以这些部分 我想是这本书里面 最有意思的地方 让你看到了台湾的风土民情 这只有徒步 你大概才有机会 如果有兴趣的话 各位不妨看看 这个好读出版 为曾文成完成了 800公里的人生完赛 环岛台湾以后 出了这本书 环岛浪漫 待会来我们还一点点时间 好 欢迎回到 POP大国民 刚才中间空档呢 我们在想说 我在跟曾文成说 如果我 我看这本书之后 还有之前 因为我知道曾文成要去 我还真的觉得 这个还蛮吸引人的 但是你真的就得要 挪出个40来天 那个14来天里面 真正属于自己的 然后属于自己的意思 就是说 你的太太 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都要能够安顿好 然后你才能够走 那这个是对我来说 现在还是有一点小小压力 但是真的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构想 然后中间空档的时候 我们还聊到说 不然他一块去北韩跑马松 我是真的 我还记得是4月5号 那一天 然后因为跟美国的关系 我可能自己想太多 我一直觉得说 我去跑完之后 会不会出入北韩 从此不能再去美国 因为美国打联盟 看起来还是蛮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 应该还好吧 应该还好吧 我就不知道 可是我跟你讲 你这样讲 我倒是可以插一句 我从古巴出来的时候 过境美国的时候 他真的在问 他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去 我如果跟他讲说 我们是Tour 我们是一个团 他会说 那你没带什么东西 他问了很详细 我问了很多 然后问我们说 有没有带什么特别东西 我们说没有 除了带一些艺术品之外 那他说什么艺术品 我们还跟他解释 所以你可以想见 因为很简单 古巴还是跟美国之间 是敌对关系 他禁运 所以你这个顾虑 是有一点道理 对啊 而且现在 当然那时候 还不知道川军会 但是你之前 你也不晓得川普 也会做什么事情 现在是小心一点 所以北海马拉松 这个是我们现在 刚刚聊到 共同的可能的一个行程 你希望你的 所有的朋友 怎么样 怎么样来看待这本 你环岛了 台湾36天之后 写出来的环岛浪漫 希望这个给大家 一个证明的力量 然后会告诉你 如果你有一天 想要做一件事 哪里完成啊 人生有点像重开机 重开机 对对 我是用按F5来形容 就是说你走了这一趟 不管你是 即使是你刚大学 比例去走这一趟 那都不一样 而且有趣的是 你走回来之后 很多人都很好奇 你会不会瘦 但我看书上写说 你还胖了一公斤 真的真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饮食比较重要 运动其实是起司 饮食比较重要 可是走是走了36天 其实体力消耗也很厉害 没有啊 重点每天就是一两 这个热量一两千 那事实上 因为你放松了嘛 所以平常这个汉堡也不吃 这个怕那个怕 到一出门随便乱吃了 其实有点饮食上面其实失控了 还有回来后会那个替退吗 不会了 你如果在路程上都不会 回来就不会了 其实你过了第一个礼拜是水泡会挑战 过了12天你就见不如飞了 那个脚就是会成为你很自然的 你才发现 哦原来这是我真正的脚肉口径 那那个那个那个水 起水泡是一定会吗 一定会保证会 我觉得我还买最好的鞋子 穿两双袜子其实还是会啦 对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必要的 对对对 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痛苦 那你就当做说 当做就是跑马上也是脚会酸 啊这种事情是你自己找了 不是太太或者老板逼你去的啊 其实那个那个苦那个痛是可以承受的 好在我们现场的这个曾温成哈 这个球瓶呢 资深球瓶家 为他自己又完成了一趟一趟人生的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行程 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在广告的时候跟主人讲说 我想起家车光导到仙台 光导到仙台 对对对 要多少公里 可能要也是要十几天 公里我不知道 大概也要十几天 对对对对 那本来是四月要去去 想法当然很多 我觉得我一直在挑战我太太 但一个人吗 还是一个team 我一个人 一个人 我好像一直在挑战我太太对我的容忍性 到极限到哪里 也有想到说 从印度做 就是背包客 然后一路公车到 就是大宗交通工具到伦敦 这是另外一个想法 因为这我看一个旅行家的 然后这些都是一个想法 但是还没有落实 一旦落实我是一定会去做的 可是这个就 我刚开场的时候不跟各位讲吗 年轻的时候你如果愿意走的话 你真的应该努力 因为到我们这阶段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很多了 你是欧巴 你是个大叔 虽然说文成的小孩子都比较大了 所以他比较好一些 像我的小孩因为在国中青春期 对我来讲这就是个压力 好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关卡 太太那一关 对不对 你太太已经给了你三十几天 你这样还到了 你现在要去从印度 要走到这个 搭那个车 要走到英国 你有没有估计那要多少天 如果照 那个书上是断断续续 我觉得 我觉得一年半载应该跑不掉 如果你是 慢慢慢慢这样晃的话 大嫂一年半载 大嫂 我看你还是一年半载 你还敢讲这种话 大逆不道 一年半载 所以我说我一直在踹他 对我的容忍度 他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吗 因为我家的妹妹情况 比较特殊 他要顾 但是我家妹妹也大了 所以我对他 跟他要一起做的事情 还有其他的计划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书里面有讲到一对父子 对 碰到一对父子 其实这也是很感人的 我也看过我的朋友 他在他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 很紧张 就有一天 他就带他孩子骑车 去环岛 其实很有很棒的一个 因为他们很简单 你父子一起环岛的时候 总要面对很多的问题 总要晚上的时候 会一起聊聊天 你好像那一趟走回来 其实对孩子来讲 也是一个人生的洗礼 也蛮棒的 对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听到徒步环岛 是看到有人也对父子 他是徒步 可是那时候根本连手机 这智慧型手机都没有 我是觉得不可思议 用走的也走台湾 可是我觉得 后来我本来是想带走我儿子 后来他就立即就要去当兵 否则的话我是很期待 跟我儿子走这一趟 对对对 好这都是很感人的 很催泪的吧 如果人生中有一些梦想 你想要完成的话 当然不只是环岛了 你真的就努力吧 趁着你还单身 你还时间体力还可以 不要想说等我怎样怎样 我送大家一句话 昨日太小明日太老 今天去做刚刚好 今天去做刚刚好 大家一起加油吧 今天我们访问曾文成 环岛浪漫 曾文成800公里的人生完赛 推荐给大家 感谢文成 谢谢 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五点到七点节目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了 真的记住 今天做刚刚好 明天也许不迟吧 但是尽量想办法 在今天到明天 决定你要做的事吧 待会请各位去收听 有地球进餐 为各位主持的 What's up music 明天五点到七点 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